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平安 欢迎来到每日亮光 一起来思想上帝的话 首先让我们先一起来读今天的经文 我想人保持现状是较好 已经娶婆不可以想要自由 要不娶婆不可以想要娶 不过娶婆不算犯罪 小路如果出家也不算犯罪 不过结婚的人会够天生活上的拖累 我更爱忍不住这种事情 兄弟姐妹我的意思是时间必须 对待以后有母的就我准不母 在靠的我准不在靠 在欢喜的我准不在欢喜 买命的我准不在到半行 买世间书的我准不在买 因为这世间的现状在处期 我爱你们都没看路 没娶婆的人关心祝的书 看要怎样让祝祝欢喜 娶婆的人关心世间书 看要怎样让我欢喜 刷分心 没嫁的女人或小路关心祝的书 是要让身后和心灵胜结 不过嫁的女人关心世间书 看要怎样让中夫欢喜 我对您这样说是为了您的利益 是出在自己的决心 还不可以控制自己的意志 决定没要夹未婚出的结婚 让他保持在宿路的身份 他这样做是好 总说 夹未婚出的结婚是好 没夹他结婚更好 中夫要滑地的时候 每个人都没有自由 中夫失败了 每个人都自由跟他结婚 不过只有他们结合信主的人 他如果没夹是国家有福气 这是我的意见 总是我相信我也有上帝的心 保罗回应哥林多教会来信 询问独生的问题 保罗认为保持现况比较好 因为当时候保罗看见 哥林多教会所处的艰难处境 可能将要面对的困难与挑战 所以要哥林多的信徒 不要改变自己的婚姻状况 接着保罗更进一步的谈到人生命 更深远的状态 让人们对于眼前的这个独生的议题 有更超然的眼光来看待 那个状态就是 因为现有的这个世界快要过去了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 世界上所有的事物都会过去 当我们知道世界上所有的事物都会过去时 我们怎么看待眼前这件事 是用现在的想法 想要来进行 还是用这个世界 所有事情都会过去的观念来进行 若用这个世界 所有都会过去的想法来面对 也许我们的心会柔软一些 少用私欲形式一些 少坚持己见一些 多考量对方一些 多想这个独生或是婚姻问题 我用了多少上帝的眼光来面对或解决 也许用这个世界所有事物都会过去的眼光来思考 人的心会有稳定平安知道该怎么做 最后保罗回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就是 他的所言都是为了大家 为了帮助大家 帮助大家朝向合一的行为 并且持续侍奉主不分心 这个观念又在所处艰难的时候 或是不是对与错的问题时 我们可以这样来思考 这样子做合一吗 是否偏离了上帝 是否继续走在回应服侍上帝的路上 现在我们读这段经文 要注意的是 不是直接拿保持现况这个答案 来评断他人该怎么做 而是每一个人思想着自己 这样做是否合一 我这样做 是否有影响了我侍奉上帝的行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